今天寒潮来袭各地的网友都晒出了自己的城市零下十几度 甚至零下二十几度的更低的气温 那么热搜榜上也出现了 感觉北极也没有那么冷这样的搜索 有网友说这两天北方不少地方的冷 不能说跟北极类似 但体验上简直是一模一样 毕竟原本在北极上空的盘旋的极地窝旋 真的是出圈了 影响到我们了 那么是不是如此呢 专家表示这一次寒潮还真的是从北极发火的 大家都知道北极冷 它不仅是地球的冷气之一 也是大气的冷源 那里聚集了大量的冷气团 导致极地的低空形成冷性高压 高空则形成了冷性低压 这个极地高空的冷 大型涡旋系统就是极地涡旋 它就是影响我国的冷空气的来源之一 这张图就是2017年影响美国的极地涡旋示意图 在冬季当极地涡旋四周的高空极流实力强 那极地涡旋就老是趴在北极地区的上空 逆时针的转转圈 极地以外的地区的寒潮冷空气就相对不会那么活跃 那么这一年就可能是暖冬了 当高空的极流减弱 裹挟着大量的极地冷气团的极地涡旋 就有了南下的机会 影响北半球的冷空气就更被活跃了 那说完了冷极的理论 再来看冻透的现实 那之前的跨年寒潮和这次冻哭我们的寒潮 之所以这么冷 一方面就是因为两次寒潮的间隔时间不远 前一波呢刚冻透了土地还没来得及回暖 那后一波紧跟而至 基础气温本就低 再降温再加上雪上加霜 再冷上加冷了 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们的实力强劲 这两股寒潮都是极地涡旋的部分 主体南下 路过西伯利亚地区 这个冷空气加油站积蓄了更多的能量 让冷气团的气温更低 降温的能力更强 以这次寒潮为例 上途是昨天北半球500百帕风场加气温土 可以明显的看到 那极地涡旋已经南下延伸到了我国东北地区 来自数千公里之外的极地冷气团 正顺着这个通道 也就是途中的粗红箭头滚滚而来 那总之四手五入一下 我们也是体验过极地冷空气的人了 也无怪大家这两天说出门如闯北极了 虽然从昨天开始这过寒潮影响了接近尾声 那这个极地的冷气团通道也将逐步的减弱 但之后仍有补充的冷空气活动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里 大家依然是逃不过冷的感受